歡迎大家回來第322集的《只要有電影》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頻道 就幫忙訂閱 按下小鈴鐺 另外就comment like and share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本人 和只要有電影在facebook的專頁 今個星期繼續和大家講的 就是接下來第96屆的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電影 上次和大家講的是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 因為項目太多 所以我就打算今集 又或者如果時間不夠的話 連上下一集就focus在另外一個項目 就是最佳國際電影獎 今年的提名名單裡面 其中一部就是這個 全部是用德語對白 但是其實他應該是 導演就是英國人來的 就是上次講過的特權樂園 the zone of interest 就不再講了 當然這個戲 因為他現在整個國際的輿論 其實都是很高的 那個聲譽 他同時又提名最佳影片 和這個最佳導演 所以會不會 敬起上來三響炮 三個獎都拿了 那就真的破了紀錄 但是我就估計 應該就很難出現這個局面 Anyway 其他那四套 就上次都提過的 另外一部都是德國片 就是叫做The Teacher's Lounge 網上高有就這樣直譯 就叫做教員休息室 好像台灣就譯做室控教室 還有一部就是 Society of the Snow 就是西班牙的代表 那戲其實在Netflix 就已經可以看到了 就叫做絕地盟約 還有一部就是叫做Low Capitano 這個戲就在台灣也上映了 就叫做少年飄浪旅程 應該是意大利的代表作 雖然他的戲的內容是說的 其實意大利是飄浪旅程的最後終站 整個戲就是講兩個非洲的少年的一個 這樣的偷渡 就是從這個非洲偷渡去意大利的過程 還有一部就是 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也講過了 就是Wim Wenders 和日本拍的 也是代表了日本的這個新常生活 Perfect Days 這個是有理由 就是因為已經說錯了 所以不會細講 幾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這五部戲呢 特別是我們沒有講過的這三部戲 這個題材都很有趣 首先就是 都是有 起碼 就有兩部 都是用少年人做題材 即是《失控教室》大家從名字都看到 整個戲都是講 一班中學生 和主要是初中學生來的 這個《少年的飄浪旅程》 剛才都講了 就是講兩個十六歲的少年 就是由非洲的Sanical 就是一路經歷很長的過程 經過沙漠 又經過地中海 這樣就去到意大利 而且兩個電影很有趣 一個就全部都集中在一個 學校的環境裏面拍攝 即是你除了學校之外 有一場戲是老師追過學生 出了學校少少 在一條橋那裏而已 其他幾乎是沒有離開過這個學校的 而是這個《少年飄浪旅程》 就很有趣 剛才都聽過 就是一段很長很長的 飄流的過程 中間是有經歷不同的非洲的國家 然後一路去到意大利 這部戲和另一部戲 《Society of the Snow》 又有少少相似 因為都是講一段驚心動魄的旅程 但那部戲就是一部取材至 其實你也可以說少年飄浪旅程 都應該是取材至一些真實的事件 但就沒有說是特別的一件真實的新聞 我都覺得那個導演應該是做了很多 research 因為他說其實就是所謂的難民 而這個《Society of the Snow》 就是取材至一件1972年的真實的空難事件 就是講在烏拉圭出發的一架航機 其實是包機來的 裏面有45個乘客 誰知道在中間 就在雪山那裏 安帝斯山脈那裏撞機 45人裏面有部分人就離難 然後剩下那班人就經歷了71天的時間 中間陸續都有人死去的 剩下下來好像只有16至17個人 可以保存了他的生命 一個這樣的故事 而主要這個包機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包機呢 其實都是跟年輕人有關係 就是一隊的籃球球隊 裡面有20多個都是成員 全部都是年輕人 由20歲到25、26歲 所以你看看這幾部戲 題材很寫實 你也說是很在地的很實正的 就跟我們講過的這兩部 《新常生活》和《特權樂園》 剛剛相反 那兩部真的覺得很離地 雖然《新常生活》都好像是很在地 因為他講東京 講一個清洗廁所的工人的日常生活 而這個《特權樂園》 《特權樂園》都是納粹 即是二次大戰期間納粹的惡行 但是他們採取那個風格 和採取那個拍攝的手法 我就覺得是很離地 就跟這三部戲很不一樣 所以我也覺得今年的《特權樂園》都挺有趣的 或者我首先想講的戲 其實我覺得是這五部戲裡面 我自己的看法是最出色的一部戲 也都是 其實你都可以說近年 就是 比較罕見的 還有是一個所謂 見微知著 以小 然後慢慢反映到一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很複雜很複雜的問題 的一個電影 這部戲 有很多評論 我都看過 就是說它會令人想起誰 就是想起伊朗的法哈迪的作品 因為法哈迪的作品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就好像很隨意地 或者它會從現實生活裡面一些新聞 或者一些比較常見的 跟我們生活有關係的一些事件 然後聚焦在這個事件裡 就慢慢越滑越深 而且這個事件 就因為它本身的 引起的衝突 就慢慢就好像漣漪那樣 最初就你以為只是牽涉到 事件中心的男女主角 或者是家人 但是接著就慢慢慢慢擴大 慢慢擴大 就越來越發展下去 就看到那個問題 原來是可以整個是 反映到整個伊朗的社會 甚至去到整個國家的文化層面 這個就是法哈迪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件事 而這一套《失控教室》 我覺得exactly 那個比喻 就是將它和法哈迪的劇本去比喻 我覺得真的有這個異曲和公之妙 或者我先講一講故事 整個戲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 由頭到尾都是一個中學發生的 就是講一個女教師 很年輕的女教師 他是教數學的 一開場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一班 就發生了一件失事事件 但是不知道誰偷 就是他們 老師所有的都覺得 一定是學生之間偷的 就是那個原兇 實在這班學生裡面 然後就 立刻召了兩個學生過來 去詢問他們 因為他懷疑這些學生 都應該是知情的 但是就不敢出聲 就召了兩個學生出來 就是有校長 然後其中一個老師 就要求這個學生 就是供出那個盜竊者 是誰 但是這兩個學生 當然很蛇龜 沒有理由要做二五仔 那個教師 就直接把學生的名單 放在他面前 然後說 你不需要講什麼 慢慢經過一次 逐個逐個念 只要你 說到那個 你覺得是的時候 你就 不出聲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女的 年輕的老師 他來了這間學校 沒多久 而且他的性格 都是很正義 兼顧是 他不是很野心勃勃 但是很明顯 他很希望做一個很好的老師 做一個學生又喜歡的老師 又維持到自己原則的老師 其實在那個時刻 他已經覺得 這個處理的方法 是有些問題的 結果就是 當然那兩個學生 其實在一個這樣的方式下 就供了他們認為是 偷竊者的名字出來 然後他上課的時候 那些 訓導主任務就進來 然後就叫了那些 女生同學出去 因為那個 涉嫌者 不是女生 叫他們出去 然後就要搜 整班那班 男學生的書包 也有學生是拒絕的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樣的 情節 我相信 一講出來 大家都可能想起 早前我們上映的一部的 港產片 年少日記 我不是很想打算 去年少日記 好還是不好 因為我不是很想說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 同樣一個事件的處理 就是兩部電影的分別 看到兩部電影的劇本 又或者是導演 那個立場的分別 或者是思維的分別在哪裡 那一場在教員室裡的 這場所謂的interrogation 這樣的審問 他已經做得很好的 首先就是 那個老師和校長去引導的學生 他是用什麼方法去引導的學生 是哄他講出來 第一就是說 其實你切身處地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個受害者 你會覺得怎麼樣 你會覺得公不公平 你會不開心 所以你就應該去幫這個同學 去供出這個盜竊者的名字 另外一個 也看到他們很蛇龜 跟著又跟學生說 你為什麼要害怕 犯罪那個又不是你 不犯罪你為什麼要害怕 只是這兩句說話 是不是我們都很熟 我們香港人 今時今日 我們聽過多少次 其實我一看這場戲 我就覺得很棒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已經很快 已經有一個感覺 就是這個戲 它那種所謂的 見眉之著 從一個小小的事件 其實已經反映了一個很大 很複雜的思維 也透過這個女教師的反映 讓我們完全看到 這個真是很可怕的一個 這個統治或者管治的方法 而對校長來說 其實不斷強調 就是我們這個學校 對所有不好的行為 是犯錯的行為 是另容忍的 表面上好像很易正 就是想言 但是實際上 其實那個思維就是一種 極權的 甚至是帶有恐怖主義的 一個管治的意識 接著整個戲發展下去是怎樣 整個發展下去 就有一場戲 就是講那個女教師 在教員休息室那裏 就是做了事情 他看一看那個咖啡機那裏 原來呢 教員休息室裏面 就放了一隻豬仔錢坑在那裏 原來每個教師 就去喝杯咖啡會自動自覺 就放回那個咖啡的錢 下去那個豬仔那裏 就看到有一個其中的一個女職員 其實這個女職員 她後來都沒有交代 是什麽身份 她是否是老師 還是就這樣 其實是一個staff 就在那裏搖那個 就是趁人家到處很忙 沒有人注意 就搖那個豬仔 就搖了些錢出來 接著就代了自己落袋 這個女教師又覺得 嘩 這樣也可以 但又好像 不想因為這個小的事 事件 搞到很大件事 所以她容忍了這個行為 但與此同時 她都覺得 會不會 這是一個慣常的行為 或者她自己到日後 都可能會被人偷東西 她就發現她那天 身上都有多少錢 她又出於好奇 所以她就把自己桌上的電腦 打開了那個攝錄鍵 就把自己的衣服 就掛在耳扒那裏 就對正著這個耳扒 和那件衣服 然後自己走開去 其實她的意思是想 一來保護自己 一來其實是想去 抓到底這個賊是誰 結果她回來之後 那些錢真的沒有了 少了一大部分 那她再看回那個 電腦的時候就發現 其實那個電腦拍到的 只是一隻手 揭開她的衣服 在那個衣服那裏 偷了那個錢包出來 那個所謂的盜竊者 只是拍到她的衣服 和一邊的身影 但當然她看到一件衣服 她看到一件白色的衣服 上屋有一些花的 那怎知道她一幕 竟然原來是其中的一個 好像類似是訓導主任 那樣的一個女的 staff 女的職員 一個中年的女人 那她直接走進去 走進去然後 當面是指控她 但是她的態度都還好的 意思就是說 我知道你做過什麼事 我有證據的 但是我希望你還錢給我 那我就當沒事了 就是這樣 但是當然那個人否認 他說你說什麼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然後跟著說 我不好意思 你要我說出來 你偷了我的錢 咦?有沒有搞錯? 你有什麼證據? 他又不是很想把那個證據 給這個 這個 呂職員知道 看見 結果 就產生了衝突 結果他就罵了上去 校長那裡 校長是寧容忍的人 當然馬上就召那個女職員進來 那個女職員大發脾氣 以及覺得很委屈 堅稱自己不是那個盜竊者 然後露氣匆匆就走了 原來 這個女教師的班裡 其中一個很厲害的學生 那個男生 就是這個女職員的兒子 他馬上拖走了一個兒子 兒子都惡然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整個戲就是由這個事件開始 然後你發現 他要探討的就是 每個人 或者不同的 age group 不同的階級 對這件事的反應 首先就是在教員 休息室裡面 那些教員對這件事件的反應 然後去到學生 去到學生 因為其中那個小孩叫Oscar 就是那個女職員的兒子 但是媽媽又不肯說什麼事給她聽 但是她又覺得媽媽受了一個委屈 所以她一直想知道發生什麼事 到最後就發現原來 媽媽 她這個是比較側面的交代 她沒有正式很清晰指出 但是有可能 是媽媽 我不是很想用教唆這兩個字 或者是叫兒子 回去進行一種對抗式的行為 老師跟她說什麼 做什麼都不理 都不抽不採 其實是一種抗議式的行為 而這件事到後來 其他同學也知道了 然後到Oscar再容忍不了的時候 甚至她跟老師說 我媽媽沒有做過這件事 你要對我媽媽道歉 其實去到那時候 事件都慢慢越來越擴大了 開始有很多留言走出來 其實那個呂老師 都有一些少許 協議的 都覺得 我適合不適合 一直處事的方法 到底我應該當這件事沒事 還是怎樣 但她又不能夠當她沒事 當然她覺得 小朋友是無辜的 所以她說可以道歉 小朋友就要求她一個公開的道歉 就輪到這個老師覺得 我不覺得這件事需要公開 還有這件事是與你無關的 誰知道小朋友竟然說 如果你不道歉 你要後果自負 老師當然是生氣 那你真是威脅我 但那是小朋友 小朋友就說 總之你就要後果自負 然後很生氣地走了 還整跌了一張椅子 然後老師從她的教員休息室 再看上去學校的大堂 就看到這個小朋友 向不同群組的同學 說幾句話 這裏又說幾句話 這裏又說幾句話 好像那個小朋友 去爭取其他學生的一個支持 與此同時 突然之間 又有兩個女學生 就是同班的女學生 就走來要求訪問這個女老師 因為他們要出一張學生的報紙 其實學生的報紙 就是由高級的同學 這個學生應該是第七班 應該等於我們的方溫度 原來這個學生報紙 主理做編輯 做印刷 那些全都是高年級的同學 結果那個老師也很難拒絕 就進去了編輯室裏面 就發現被整班學生圍住 還有那些高年級的 都比較有組織力 就好像另外 即將那個訪問變成 似乎是另一場的敲文 不過這次敲文的對象 就變成了這個老師 其實這個老師 都知道有少許不妥了 做完訪問他也是有少許忐忌 甚至是要求那些學生 在訪問刊出之前 你要給我看一看 那些學生答應了他 跟他拍了一張照片 結果出來 當然那個學生的刊物 原來就是對這個老師 一連串的評擊 校長當然罵到整件事 罵上校長那裏 因為老師也在那裏平投稟足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 自己不同的意見 那校長呢 就採取好果斷的方法 我們全沒收了 將這些學生的刊物 不可以再在校內流通 以後即使在教員休息室裏面 都不可以再談論這件事 這件事又拉到另一個層面了 去到最後 Oscar出現更加多的反叛行為 甚至有一次的聚背裏面 就衝了出去 然後衝進去老師的休息室房裡 就搶走了他的電腦 一直走走走走 那老師追到他的橋那裏 他一手就把電腦 扔到河那裏 然後學校對這件事又 又起了一個很大的關注 就決定懲罰這個小孩 就不准他10天內 就是要他休學 休學10天 誰知道休學的期間 突然間小孩又再出現 以後我就不再繼續劇透下去了 但大家就可以看到 這件事件引起的後果 是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牽涉的層面就越來越闊 而且他的優點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戲 因為起碼我都教過書 我覺得那個衝擊力很大 因為他講到很多很多 其實是可能一般人 都未必留意到的問題 首先我講回開場那一場 那些老師誘惑學生去做二五仔 在我們香港電影裏 都有一場這樣的戲 但是當然那個原因不是 因為一個偷竊 而是因為學校的姐姐 就撿到一封遺書 學校當然很關注 就希望調查 到底這個遺書是誰寫的呢 與此同時 到最後那個結論 都是由這個男主角 即她本身是一個老師 和另一個女的老師去處理這件事 她們的方法都是召了兩個同學 其中一個就是那一班裏面的班長 他們採取的方法都是希望 跟這兩個學生明查暗訪 然後打秘密報告給他們 但是很明顯 這個男老師 開始的時候 她都有對學校的處理方法 覺得有些反感 有些正義感 但是竟然 照兩個學生來 要他們做二五仔 這件事 是這個老師自己 拉美自己想出來的 她的正義感 可以是針對 所謂管理階層的校長 那種虛偽的面孔 但是她竟然 不覺得 甚至連那個女教師 那個女教師 好像是一個訓導主任 都不覺得 她去找這兩個女學生來做二五仔 是一個有問題 很有問題的方法 而在這套戲裏面 就讓我們看到兩面性 而我覺得這個戲 《失控教室》 它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每一次那個事件 有一個新的發展 或者每一個人 無論是老師 或者是老師們 校長 家長 又或者是學生 他們每一次採取一個方法 去應對這些事件的時候 無論是作為 去支持自己的學生 或者是去攻擊 或者去爭取自己的 innocence 或者是公義 或者是維持一些基本的原則 其實每個事件 發生一些 微妙的變化的時候 每個所謂持份者 都其實是有她自己的理由 但是這個過程裏面 我作為一個觀眾 我就覺得 每一次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她都會 好像把這個問題 扔回觀眾 問一下觀眾 你覺得這些所謂的持份者 因為持份者牽涉到自己的利益 到底他們是對還是不對呢 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即使去到學生 當然學生 一來很小 二來他們也都有 在這件事件裏面 他們是不著數 因為他們沒有權力 但是 他們都懂得去用 他們所謂的 民主自由言論 以這些為原則的那一份學生部 去作為他們反擊的力量 但是那個手法 又是否正確呢 或者他們相信的所謂 真理越變越明 那種抗議 是否應該這樣去做呢 總之每一次都會令到 我作為一個觀眾 在反問自己 我應該站在哪方面呢 而戲裏面也看到這個老師 是越來越質疑自己的行為 甚至很迷惘 他中間有幾個所謂的metaphor 有幾個隱喻 其實用得相當好 第一就是 這個老師教的是數學 他現在開場 就是他上課的過程 叫了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戴著頭巾的 應該就是一些 伊斯蘭或者是回教的 一個信仰的女生 很明顯的一個女生 他自動請英 就是上去 寫了一些的equation 就是一些數學的equation 然後就是那個Oscar 很厲害的那個男生 然後他又出去 自己舉手 又出去把整個equation 又再 elaborate多一次 其實這個 首先 為什麼不安排他教歷史 不教語文 不教美術 而是教mathematics 這個呢 我就覺得 跟這個戲整個結構 整個採取的方法很好 因為 mathematics 在說的是什麼呢 是在說 logic 而且mathematics 數學 只有一個答案 就是數學的難題 你到底怎麼解釋它 逐步逐步 一個邏輯接著一個邏輯 去解答 就是找到答案 這個就是我們的數學的思維 就是教給我們的思維的方法 他就用了這個 但在我過程中看到 很多人都是因為他 身為一個持份者 因為自己有利益的衝突 又或者他有一個 盲目的理念 固執的理念 而沒有一個很通透 或者很有彈性的處理 而犯下一些邏輯性的問題 而自己都不自覺 甚至不懂得反思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他有一場戲 又很好 就是他在數學測驗之後 老師就派卷給所有人 有些當然是拿得一般 有些真的很滿意 很開心 突然間有一個學生 就說 老師 可不可以把我們這次的結果 的排名寫出來 就是由高至低 老師很好的 很民主 他就說 同學怎樣看法 讚成的舉手 反對的又舉手 在討論的過程 其實你就看到 有些學生是想為了炫耀 所以他就希望被人知道了 但是如果真的這樣寫出來 考得不好的學生 受的就變成一種屈辱 又或者一種內疚 換句話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有個契仔 其實這些情況 他在讀中學的時候 他有告訴我 其實他的中學 老師就 其實那個排名 怎麼都會出的 尤其是 最後的探討 但是他老師有一次 你的好朋友 其實我也是出於一種好奇 我不是想要比較 因為我想看看他和同學之間的交情 但是他就說 我不知道 我說為什麼 老師叫我們不要問 因為這是私隱 我又覺得 這件事是否去到一個私隱 這麼重要的程度 尤其是如果你和同學 都是老友 死黨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分享 譬如 這段情節 令我想起很多這些 而且 又是一個 你怎麼去處理 當然 在這樣的系統裡 你一定要排名 當你去到排名的時候 學生又怎麼去處理 老師又怎麼去處理 學生的情緒 換句話說 其實這部戲 整個社會的縮影 都在那裡 甚至一些 很多我們面對 很難取捨 到底 對還是不對的 這些所謂的原則 不斷是 這部戲會敲問自己 或者敲問觀眾 這部戲會敲問自己 更複雜 但他沒有很著重 去強調這件事 就是 教師之間 學生之間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種族 又因為 B型他是德國人 那德國人 和其他歐洲人 又會有一些 所謂的民族仇恨在裡面 在今時今日 都未必是 完全可以避免得到 譬如有土耳其人 譬如有 我想Islam的女生 就是從土耳其來的 又或者這個女生 這個女教師 本身是波蘭人 有一段 是他們開會的時候 突然之間 那個教師 和學生代表之間 又說了 一段對白 我不知道那段對白是 什麼語 但是其他老師 就說 你可以講回德文嗎 都很有趣 因為我看這個戲 都是在網絡看 我看一看 突然沒有了字幕的 這幾句 我還以為我的電腦出事 又或者是那個文件出事 我就翻看一次 又是沒有字幕 是講完之後 然後 教師中間 大家可不可以 全部都用德語 這幾句呢 那戲 那個複雜 那個豐富 其實就是在這裡 那戲 嚴格來說 作為這個 表達 就是那個電影語言 我覺得是相當準確的 但是它又 從來不會是 用這些很fancy的 camera movement 又或者是 它很多都是用手提攝影機拍的 但是整個結構 整個那個 整個那個 準確性 其實拿捏度 是相當高的 另外就是 整體那個 那個 演出 特別是女主角 那個女主角的名字 就叫做 Nione Pinesh 原來他就是之前 我找回資料 他做過 這個 Michael Haneke的 白色恐懼 White Ribbon 我覺得 他的演技 是相當相當出色的 其實是很難 很難演的 因為其實 表面上 這些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很普通 很平實 那一方面 又要維持自己的尊嚴 一方面又要 盡力去做好這個教職 甚至他很樂意 其實是和學生打成一片 但是他又有自己的原則 那我覺得 這個戲 我很奇怪 好像一直以來 我看到有關這個戲的報道 的受注目 甚至所謂國際的輿論 都是最少的 事實上我也不能否認 為了做這個節目 我看回這五部戲 當然前兩部戲 就是《權力樂園》 和《新常生活》也看過 去到這三部戲 我其實選擇 那個排序 在最後那部 都是這一部 反而覺得這一部是最刺激的 還有我覺得應該 雖然我接觸的層面 不算很廣 但起碼在過去那一年裏 我接觸到很多很出名 很多評論很好的國際電影 我幾乎是沒有看過這部戲的名字 除了他被提名奧斯卡之後 也因為講學生 講教師 好像感覺沒有很醒神 或者很搶眼 看這部戲 另外一個給我有一點點 很意外的一個發現 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部戲 到最後結尾的時候 我不想特別評論 這個結尾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結尾是挺厲害的 但是在這個結尾之前 其實整件事 不知道如何收拾 但是在正式的結尾之前 突然加插了 有差不多 我沒有完全數過 應該是有差不多 五六個鏡頭 或者六七個鏡頭 都是這間學校的 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地點 包括教室 教員的休息室 不同的 例如校長室 或者是大圍的休息室 或者是那個 訓導主任的辦公室 或者是學生會的編輯室 或者是其他 學校的操場 這些空鏡 一連串的空鏡 一連串的 我看到這些 那時候 為什麼 這麼有趣 因為這個 處理的方法 就令我想起 APA Film TV School 在2010年 有一部 畢業作品 就叫做 阿潘 就是蔣志光主演的 導演叫做 詹可達 的一部作品 exactly 他的ending 就是一個 處理的方法 因為那個戲 其實都是講 一件 校園的事件 但當然 他的主角 就是蔣志光 飾演的 爸爸 和他的女兒 中間就是講 那個女兒 就要在堂上作一篇文 老師的指示 就是說 他列舉了一大堆 國內的 近幾十年來的 偉大的工程 然後就希望 學生 就寫一些東西 是他覺得 自己身為中國人 應該驕傲的事件 為什麼他會作這篇文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 事學官 來監堂 而那個事學官 即場 就見他寫了很多筆記 但是 蔣志光的女兒 instead of 寫這些偉大的工程 他就寫了一件事件 就是exactly 就是他媽 和他爸爸 回去大陸旅行的時候 因為他媽媽失事 而因為一連串官僚的言誤 令到他媽媽死 他就把這件事件寫了出來 意思就是說 我不覺得 有什麼值得我驕傲 但是這篇文 因為是事學官已經記錄在案 而這一堆的文章 是需要呈交上去 給教育局 是作為這個學校的評核 雖然這些文章 not necessarily 是被視作為學生的評核 即是在那個分數之內 但是被潘 熟讀這個魯迅 相當有正直的精神 和幾一成不變下的 一個的士司機 當他發現 女兒這篇文章的評分是很低 但是他覺得女兒一點都沒有錯過寫得 然後就為女兒去爭取這個公義 但是又發現 在那個爭取的過程 原來校長 又怕牽涉更大的風波 又決定 要那個女兒 那個小孩 作另外一篇文章 然後就沒有把這篇文章 呈交上去上高 換句話說 其實大家都是識事靈人 就令到蔣志光師燕的這個父親 是完全不能夠接受 決定將女兒帶回家 不願意在一間這樣的虛偽的學校裏面 繼續他的學業 所以那個氣拉味 其實就向觀眾提出了一連串的反問 就用了這個全部是空鏡 學校裏面的空鏡 其實他拿著跳出來 跳了整個校區的空鏡 去向觀眾提出一些反問 希望觀眾可以有更深刻的反思 我覺得這兩個的用法 其實都是異曲同工的 當然 心痛教室就更加複雜了 就是這樣 我看回那個戲 那個導演很年輕 就叫做Ilker Chatek 就是今年四十歲 1984年出生的 很有趣 他那個生平也是 他也是在柏林出生 但是原來他十二歲的時候 就去了伊斯坦堡讀書 我不知道他的家裡的背景是什麼 但是他去伊斯坦堡讀那間學校 就叫做Embassy School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大市學校 還是屬於大市的學校 但anyway他就在那裡中學畢業 就回到德國之後 才讀過兩間傳媒的學校 就一間叫做德克拉傳媒大學 就在那裡讀Film and TV Directing 是2009年畢業的 出來之後他就開始拍一些短片 以及拍一些廣告 去到這個 去到這個 後來 拍了一兩年之後 他就再讀了一個Degree 就是在這個漢堡 Hamburg Media School 就再讀了一個Directing 然後才開始拍長片 他拍的一套短片 在學校時期就叫做Fidelity 就已經是拿了這個 學生奧斯卡的金獎 他的第一部電影就是2017年的電影 就叫做Once a Point a Time Indiana Land 2019年的就有一部叫做I Was, I Am, I Will Be 這個電影就是拿了一個同獎的German Film Award 應該是德國自己本身每年的所謂的本地金像獎 還有提名了幾多項 包括最佳的導演 最佳的劇本 最佳的女主角和男配角 而在這個電影就開始了和這個電影的編劇和音樂 都開始合作 合作到今天 然後去到2021年的時候 還有一部叫Stambu Garden 應該這個Teachers Lounge 即失控教室 就是他的第四部還是第五部電影 我也有看他的訪問 都相當謙虛的一個導演 也都從來沒有想像過 或者他說這個電影開始的時候 都是很小格局的一部電影 完全想不到現在的反響這麼大 甚至他覺得現在的責任就變了很大 香港我相信 都沒有聽過任何的消息 就是說這個電影會有人買 唯一之計就是大家盡量去嘗試 在網絡上去嘗試可不可以下載到他的檔案 我覺得這個水平是很高的 還有整個五部的提名 這個最佳國際片裏面 我覺得它應該是拿獎的 但當然不知道出來的後果是怎樣 但是在這裏就很推薦大家 嘗試去找這部電影來看 剩下的那兩部都相當不錯的 因為時間起見 我就留在下一集裏面 跟大家再詳細討論